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這一節我們就和大家看回澳門新冠疫苗的相關消息吧! 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吧! 澳門衛生局表示, 特區政府就已經和阿斯利康的疫苗生產商提出暫緩對澳門功課, 這個要求藥廠方面都已經同意了, 特區政府就會審視更多相關疫苗安全性的國際報告和研究, 和不同地方的政策建議, 分析完之後再看看會不會再要回阿斯利康的疫苗。 阿斯利康疫苗原本是在年中到澳門的, 衛生局表示, 世界衛生組織對是否繼續用阿斯利康的疫苗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說法, 按照最新的建議, 仍然認為疫苗的益處是大的風險, 但澳門現在的情況就是, 澳門現在已經有足夠的新冠疫苗給本澳市民接種, 未有緊急性非阿斯利康不可的因素緯度, 所以政府和阿斯利康的生產商就有義務保障供應疫苗的安全, 所以雙方接下來都會密切溝通。 他強調, 本澳目前已經有兩種疫苗給市民接種,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推動更多市民去接種疫苗。 對於香港有孕婦在接種新冠疫苗後流產, 衛生局認為這是屬於接種不良的事件, 在科學上看, 未有充分證據證明接種新冠疫苗會導致流產, 澳門也不會為孕婦接種新冠疫苗, 如果孕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打了第一劑疫苗, 根據國家衛健委指引, 這一個孕婦是需要密切觀察的, 當局是不會為孕婦接種第二劑疫苗的。 關於疫苗的新聞就來到這裡先啦, 其實澳門現在的疫苗接種率都是比較低的, 所以就算是這一批阿斯利康沒有來到澳門, 澳門的疫苗都一定是會夠用的, 而且就算是復必泰沒有了, 還有國藥嘛,澳門的人口這麼少, 要滿足100%人打完的數量都不會很多, 而且阿斯利康好像是有血塞問題, 所以站在政府的角度, 當然是可免則免, 少做少錯啦。 現在澳門暫時都沒有疫苗的死亡個案出現, 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件事來的, 所以如果是明知疫苗是有機會出現醫療事故就更加不會用了, 還有現在也有些地方就開始暫停用阿斯利康, 不過由於澳門的疫情都控制得比較好, 所以一般市民想接種疫苗的動力都不算是太大, 所以如果想要更加多人打疫苗的話, 可能都要等出了疫苗護照後才行啦。 現在澳門跟廣東省那邊都聊著, 打完疫苗就不用核酸, 就兩地互通, 可能到時出來這個政策之後, 就會慢慢多人接種的啦。 我們就一齊看看澳門用多久才能去到群體免疫要求的70%啦。 另外不用阿斯利康也有個原因, 因為澳門現在是用國藥和復必泰的嘛。 以澳門來說, 其實那個疫苗的不良反應率是很低的, 暫時都沒有出現過死亡案例, 所以聽到阿斯利康是有不良事件的話, 澳門方面就更加不會引入的啦。 看著影片的你們, 如果有阿斯利康你們打, 你們又會不會打呢? 對疫苗你們有什麼看法呢?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,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! 拜拜!